今天這麼好天 當然想帶老婆出去咖啡店吃個雲飲 很久都沒出過街了 但是找不到咖啡店 但無意中被我發現一間好似咖啡店的東西 我以為是那間店 走到去買門口 原來不是來的 你猜是甚麼來的 是的 車走過經過 又見到一個落地玻璃 見到那些桌子凳凳 也有書 一定沒死 還要這麼隱蔽 雖然在樹林之間 雖然旁邊是大馬路 但有很多樹架 我心想這個老闆真的懂得選擇地點 裝修得不錯 很隱蔽 很優靜的感覺 但誰知道 我們一直看的時候 走到咖啡店的職員 穿著制服不像樣 為甚麼穿成這樣 整個護士這樣 真是被他拋頭 還有鋪上這些 細石的地面 這是很日式的花園設計 我不知道這是甚麼建築方法 但我覺得是令人感覺很舒服 很簡約 非常好 然後我走到門口 真的看一看 原來這裡是一間 它是一間 終於產所 裡面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拍 我先帶大家去吃 這些東西都很骨子 這個茶几菜我都很欣賞它 不錯不錯 很好 讓我進去看看 真的嗎 因為私隱問題 護士姐姐就不讓我拍了 只可以在外面 在裡面 的情形 我剛才所說 就說它像咖啡店就是這樣 因為有桌子椅子 有些書 可以讓你看一下 讓你喝東西 你說多容易令人誤會 它是一間咖啡店 對吧 我都不用進去 不用戴口罩 那我就 沒有了 看不到診所 唯有我再去找我的咖啡店 真是 我原來這間酒店 原來不是 這麼美的地方 你可以叫它一間酒店 但它專門是給大肚子用的酒店 是什麼大肚子呢 是你生完嬰兒之後 帶著嬰兒來住這間酒店 這間叫月子中心 哇 之前呢 我們以為台灣的醫療 好 但大家都見識過 今天呢 我再一次見識 台灣呢 除了在你真的有病時的醫療 照顧的好之外 另外一件事呢 它在這間月子中心呢 我剛才跟那個姑娘聊完 我真是讚嘆不宜 你要做什麼呢 就是當你生完嬰兒之後 生完了 你翌日可以從醫院過來這裡 訂一間房 好像一間酒店那樣 爸爸可以在這裡睡 媽媽和嬰兒一起在這裡 那你去到這裡呢 媽媽什麼都不用管的 你只是休息 放鬆 調理身體 等著她的恢復元氣 這樣就有專人幫你照顧寶寶 當你想看寶寶的時間呢 你只要按一個按鈕 他就把寶寶推回你的房間裡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你想休息的話呢 你可以等嬰兒去 General slave 去別人 dürfen去訓寶還有別人 經常幫你照顧 Prestyear 完全不用擔心 那些真的很 figuring 例如生如B會有很多要吃薑飯或驅峰之類的東西 調整你身體 這裡是一間中醫背景的療養院 它全部都是用中醫的角度去療養你的身體 但有些人又會說 不,我就會想想 我又想有西醫的元素 一樣是沒問題的 因為它裡面是有西醫的醫師註診 還有一些大醫院的醫師 是婦產科 就會來這裡定期幫你做一個檢查 即是調整你身體 你有中醫幫你處理 然後你去檢查身體 有西醫幫你處理 基本上一條龍 你坐在房間裡 你就完全沒問題了 你會想想 不是,坐在房間裡 坐著會不會很不開心 很憂鬱的 這裡後面還有一個大的花園 我看到後面的綠草園 但我進不去 沒問題 你看到裡面是綠草園 很大的裡面 真的 但它不讓我拍 沒辦法 這樣不僅 我剛才經過的時候 原來譬如 我們中醫的角度 媽媽教 生完仔 不可以洗頭 不然有頭痛 頭風 但這裡不是 這裡可以讓你洗頭 因為它裡面有另一個部分 是可以做SPA 可以有按摩 這些服務 在裡面 在這個中醫療養 是否叫月子中心裡面 你不單可以洗澡洗頭 完全沒問題 它應該是 大概用薑水之類 幫你洗澡洗頭 所以你不用怕有頭風 而且它是有中醫的認證 所以你更加放心 這裡有一個叫做 木庸會館 就是做SPA 去 你看到我說的 真的很興奮 我 竟然可以有這樣的 你想想 我們經常怕人故 生完嬰兒 會不會有抄抑鬱症 那這裡 絕對沒有這件事發生 因為 月子中心後面 都是在它的範圍以內 就是這樣 木庸會館 就是給你做SPA 洗澡洗頭 按摩 你們當然 這樣也是很舒服 整個環境都是很簡潔 清優 這裡最大聲就是我的聲音 價錢也十分相宜 你可以想想 你平時在香港找酒店住一晚 你去度假住一晚 那你大約要多少錢呢 大約要千多元 對吧 那你 那你住一宗千多元 如果 你又想想 如果 在香港 找一個賠魚回來 一天要多少錢 都要千多元 但這裡 是24小時 有人照顧你 給你吃 給你住 每天 八千多元台幣 真的等於二千多元港幣 我想 很多香港的女士 聽到這件事 是不是很想飛來這裏山仔呢 但月子中心 你以為很新 我尿得很新 原來已經做了第十三年 是十三年 需求真的可以 應該真的很大 這件事 哇 趕到餓 真的要回那邊宵 坐一坐 拜拜